真正要修行的是修正,修掉我们那些错误的观念之见心态 这跟练功夫无关,跟你打坐入几定入几定这个无关 是你的认知有没有校正过来 就好像你的电脑中毒 电脑中毒是要设法扫毒 不是说你一部电脑中毒,然后你却在那里打坐 想透过你的打坐,你觉得说这样就可以让那个电脑中毒变好 为什么生生事是要在那里修 因为你的观念之见不正确 你用的方法不正确 明明电脑中毒,你却在那里想说,我们业障深重啊 我就要打坐,电脑就会好啊 或是我要赶快怎么用持坐啊,怎么用练佛啊 用什么在那里拜啊,拜那部电脑,它就会好 希望大家正确理解啊 所以你看啊,佛陀就很清楚的跟我们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致敬其意 真正的核心就只有这四个字啦 自敬其意 也就是说我们的义根,我们的大脑,我们意识田里面,你装填了很多错误的观念 认知见心态 而这些观念认知呢,跟宇宙的真理,宇宙的运转法则背道而驰 不相符合 所以产生那些错觉幻觉,错误的观念之间心态 所以就在那里制造苦海 让自己痛苦,也带给别人痛苦 自己不开心,也见不得别人开心 就会这样,嫉妒心就是这样起来啊 所以希望大家,所谓的,有一句话说,勤贼,怎么样?先勤王 最重要,你要把你真正会形成痛苦不安的根本原因要找出来 而我跟大家提到的真正根本原因就是 你积累了那些错误的观念之间心态 而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用什么来对比 每个宗教都有他们的经典 这个宗教说他这个经典最权威最好了 那个宗教也说他的经典最权威最好 每个宗教都有他们认为的权威跟他们认为的大师 不是说没有效 不是说错误 而是中派宗教之间又有很多的奇见 而空海跟大家分享的 真正最权威可以让我们对比我们的观念之间是正确还是错误 真正最权威的 是什么? 大自然啊 是大自然啊 很多修行观念会把你带领脱离大自然 很多修行观念因为他要树立 让你认为他的话是最权威的 他信奉的经典是最权威的 他怕你跑掉 所以会一直设法告诉你 他的这个经典是最权威的 他的话是最权威的 那结果呢 他因为要让你把目标锁定在他这边 所以他会把你设法把你带领脱离大自然 这个经典他是依据什么而行 你的权威是你自己的权威还是真正宇宙的智慧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让自己的认知重新来过 不要急着要打坐 要怎么样用法门然后一门深入 你观念之间先校正过来后面就好办 而要对正我们的观念之间心态认知正确或是错误 最权威的就是大自然 所以这十几年来从公元两千年开始 空海在跟大家介绍的 苦口婆心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协助大家重新来认识大自然 重新来认识这个活生生的经典 重新来认识真正活生生的真理 重新来认识生命思想 因为我看到佛陀讲的佛陀不是拿着某部经典在讲啊 佛陀讲的完全就是这一部《大地风云经》啊 所以佛陀完全是依据他所理解所看到的大自然的实相 然后讲出来 为什么不直接去看佛陀所用的这个经典 耶稣也不是拿着某部经典在讲啊 穆罕默德也没有拿着某部经典在讲啊 他们所讲的不是凭空想象啊 都是他们所观察到的大自然的真理实相啊 老子更是这方面的专家啊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重新来认识真正最正确无误的经典 《大地风云经》 这个经典不是我写的啊 我只是将我所看到我所理解的 透过一些古圣先贤他们有流传下来的 好 来跟大家分享 协助大家早日去读懂这一部《无知天书》 早日了解正确的理解生命的实相 就这样 希望大家不要那种当奴隶的心态 一直把自己认为自己业障深重罪恶感 那种什么开悟解脱 这个我们离那个很远的 我们不可能的 我们要怎么修了 我们业障深重了 你如果越是这样去认为 那谁也奈你莫合 有的就变成因为他内心自卑 就要透过一些方法修修修 修到后面就认为自己很厉害 又从自卑跑到我慢的世界 所以希望大家重新来认识真理 重新认识生命实相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